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后过年会比较忙一些 然后拖到现在 结果现在都已经升到1.37版本了 我才来搞它 然后前两天刚刚更新的一个普丁 赫然发现所有的录像都不能用了 不管是自己手里的 还有我们队伍里面 我们这个黑店里面 其他几个玩家手里有些 当年保存了一些不错的视频 没来的机制作就已经全部挂掉了 不过还好以后继续打就是了 然后Apple主最近也算是 给我们黑店整了一个队伍 然后Dirst in the Wind 有了一堆菜鸟 然后加到了一起 基本上其实就是一个超小型的小黑店 但不管怎么样 1.37这次实际上变动非常的大 各种系统类型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最主要我们现在可以改的一个东西 是在我们这个interface界面里面 然后你向下拉 可以看到多了一个显示弹药选项 还有显示温度的选项 这两个对于弹药少的飞机 还有这个有些比较容易过热的飞机 实际上是很有作用的 然后这里把它打到Always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目前还有一个bug 只要推出游戏的话 这个就会自动被reset掉 回auto 然后其实正好顺便说一下 其他的几个事情 Apple主一般这个位置选择的是这个 然后关于这个准新的颜色 我个人其实比较推荐的是亮绿色 至于原因是任何背景下 这个颜色基本上都能看得出来 有时候并不会太近 但也能看得到 所以你会看到基本所有军事的UI用的 也都是各种军队上的一期用的 也都是这种亮绿色 然后最近这两天我在使用这个橘子色 这个比较亮 个人不太推荐使用红色 因为有些模式下 你红色当你锁到对方的时候 本身它会变成红色 你会产生一种无判有时候 然后本身对方的锁到之后 UI的框也是红色的 很多目标也是红色的 实际上会影响你的一个瞄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次升级之后的话 很多飞机基本上非常容易过热 所以阿波主看过我们铁巴里几个帖子之后 进行了一定的更改 这设定就是在 controls里面 现在进行这个手操设定 点到这个全 这个完整的这个飞机操作里面 选择隐形控制 然后将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操作模式 切换设为零号键 然后将三人气这个双击这个位置 你会进入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是用来调整摇杆的 然后首先要改的并不是这两个地方 因为你在如果你刚到这个位置的话 你的默认会选在是 会应该是 maximum和minum 所以要把这个地方改掉 将将这这两个打到yes上 然后这个段就会变掉 然后这里就会 你把这里设置一和二就可以了 然后进入游戏中 爬到4000米以上 按一下小键盘的0 然后一和二键 你就可以进行这种 这个supercharger就是增压器 增压器我摄成4 爬到一般来讲的话 像比尔雷过着飞机爬到3-4000米 能开增压器以后就手动开启 手动开启这个引操作模式 然后按小键盘的12来加紧这个散热器 4号键的话是用来 4号键用来的话 可以更改这个增压器的这个VG 主要主要改的时候 就是双击进来将这两个选成yes 然后就可以这样挑 然后记得改完这个之后 再把这个选项切回到这个 鼠标瞄准模式 点OK就好了 行了 大概目前就这么多废话 现在我们进行这个视频 守护天使这张图 这个历史event 基本上来讲是一个美军的一个大优势的一张图 因为P4机还有P51在出生的时候 高度还有速度都非常的好 完全碾压了德国一届 然后虽然有时候你今天会发现 今天会发现美国的玩家数量可能会比对方德国的要少一些 但是考虑到德国那边很多玩家是开的410 所以在战斗机的数量上 反而有可能会占优势 在现在1.37版本下 技师已经被削弱了 只能说整体109线全部被削弱了 但是在1.35的时候 技师这张图还是可以和技师一打 因为等技师交战的时候 P51还有P47已经都7000米左右了 所以这张图基本上来讲 还是美军我有支撑权 本视频的这个打法和第一期 开哆拉第12是一样的玩法 就是在几方握有制空权的时候 不进行一个太过的一个爬升 在中层空层的 然后高速穿插 然后尽可能的挑选目标 受到一些比较弱的玩家 受到一些人头 然后好歹说 也是一个保护轰炸机群的这么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多进一年义务 然后保护一下我们这个必师群 做一下进到一些黑叔叔的职责 像这个目前这个状态下 我们就平飞先加下锁 平飞往前 然后所以爬了一点保护轰 告诉我不要被对方压倒 然后就直接飞到B17群的后面 因为差不多开局过了这么几分钟 大概三分钟左右了应该是有 410还有190 差不多已经开始要打我们B17了 所以我们现在偷偷尾随过去 因为他们会把注意力放在B17身上 我们偷袭比较容易得手 前面有一个Candon Folder 然后是一个190的Candon Folder 还有一个109 Candon Folder我比较想打他 因为挂了这么一个名字 不排除是伴珠吃虎 但是基本上还是比较有可能搞掉他 然后上方4公里有一下109 需要稍微注意力 因为Candon Folder放高度了 现在去打那个410 一个9条那个410 其实这边这个情况下410还是挺厉害的 如果你完全放在410不管的话 50毫米的410冲进轰炸机群里 二周发炮弹最少能打下8到10架 因为二破组之前之前自己开了一次410 虽然每架分很少 但你架不住他打得多 我之前自己一轮就打下来8到10架的410 B17 还是很容易做到的 我们现在过来搞一下这个9line 现在我们已经被打下来了4架B17 很好 因为估计是他第一轮的时候 把B17机群给冲散掉了 如果这个机群没有被冲散的话 那个410输割起来是很容易的 有可能会被有可能会被大概几分钟之内就就被就被挺过 呃 待会 然后做一个滚筒 第一轮攻击打的实在是有够烂 没有打中几发只有Hit 然后滚筒 再拉下去 顺带说一下这里UP主用的是400米的交汇 然后.50子弹用的是ground弹 吹色弹在1.35就已经是不行了 M20弹已经不行了 所以老老实实 只要是.50或者是小口径 老老实实投一P弹 啊 大概在这个位置一个短点 运气很好 运气很好 说掉了对方的这个驾驶员 一边显示了对方驾驶员被打混 然后这是刚才那一架 Y90 然后应该不知道是AF开始怎么样 啊是另外一架 P加Ramer 那他今天都躲了 现在开始躲了 不过已经被咬住了 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个.50 .50这个因为火力原因 还有他虽然有1600发 但是也不就是很多 但是因为他的火力并不是很强 如果一旦能咬死 只要没有过热 尽可能的开火 所以开火一定要坚决 如果重远距离的话 可以进行短点射和长点射 但是像刚才那种情况的话 使用.50这种的话 一定要开火开得坚决一些 打掉一架要紧的 还有架410 然后继续往B17群前面跟 刚才在天上 刚才在天上有两架109 转身看了一眼 两架都没有下来 目前是这个是路线模式 所以底上没有 没有把那个图标锁出来 应该是一个叫做River 还有这个人 稍微注意一下这两个人 然后继续往前拼飞 然后先把雨下190 但是我们的B17 再被一个109的AI打 就顺路收一下 还有900米 所以说还收一点空间 一个三秒钟长点打爆 对方已经追上来了 因为对方是俯冲过来的 那个River那架的话 对我还是有接近率 所以现在我的做法是 呼喊了下我们那个黑店里的 偷一系组织的队友 田地狂魔一万大地 然后让他过来救我一下 因为这个版本的技师 你是打不过他的 所以我现在选择 就是使用AI的这个B17 作为一个掩铁 从他旁边穿插一下 然后指望这个AI的B17的防空火力 能对他进行点攻击 然后并且看脚的话可以帮我挡一下子弹 所以在PC中做了几次躲避 已经到300米了 已经用他射程了 所以没有办法 只好做机动 天心一次躲避 然后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可以了 我的队友过来救我一下 比这个技师办法转了下线 所以我做了一个滚筒 反抓他 拿到了一个窗口 但是因为这个点五零的火力 确实差了一些 这里进行的一个场点是 只是打出了hit 没有打到critical 然后他既然放高度了 他放高度的话 那我就不追了 然后刚才救我命的队友 就去收他了 现在这个场上的局面是 我方现在还剩11架B17 玩家数量上也是占优势 基本上高空空战 像刚才这一架 以刚才那架来追我的那个技师 应该是在高空空战 然后历史情况下被粘了下来 粘了下来之后 打算是收一下 收一下B17这边的其他玩家 既然我被救下来的话 现在剩下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把最后残余的 几些玩家打死 然后就可以去结束了 已经压到对方机场了 对方机场目前这边有 刚刚压下去的那家109 然后410会有一道两架 然后还有一个190的样子 应该就最早那个candon folder 现在我喊上了 我这个黑店里的 那个几个小伙伴 跑去压他们的机场 目前现在是 我现在冲到机场 然后前面有一家 应该是 一下几六 critical 打到个翅膀 慢慢回来 然后再压一轮 打掉 目前这个场上的话 对方敌机应该有两架 一架在地上修 地面还有11个防空炮台 应该是 但我们有两个玩家 所以现在是 先把防空炮台清一下 然后好慢慢来打 这个190摔在地面了 那个candon folder 但我估计他应该是能修 因为没有看到他退出 应该是能修 这边有刚才 一直在转的一架410 地空也没有什么机动 现在先把这个candon folder 这架 最后的这架打掉 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做法是 比如说我up主 设定在是400米消灰 那么我就在400米的这个位置 去点他的这个驾驶舱 只需要很少的弹药 就可以将一架飞机打爆 基本上如果你用的是 20毫米的航炮的话 这种打法大概只需要花 10到20发航炮 就可以打掉一架飞机 然后这个410现在 掌握山南要准备打我 因为他的这个盘旋半截 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作为一个滚筒 拿一个窗口 只是指向性没有那么好 没有打到 现在的话主子弹也不是很多 大概就 我记得当时就已经提示了 还有450发的样子 右下角显示了 我的一个队友 总算费了老半天劲 把他一直缠着的一架 109即使打了下来 真是太不容易了 这架410被我带到 这里上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延迟 所以后来路线看到炮弹 很多都打到后面 但当时确实是应该是打到hit 做了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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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然后因为马上要overshot 转过来之后 再打一轮 对方拉法方向 给了一个投影 然后他就收掉了 所以打到目前这个位置 现在我应该还剩下了 280发左右的航炮 280发左右的 电武零子弹 地面AA杠也扫到差不多 扫了一半 总共是4名玩家 然后一个AA 还有两个助攻 到目前为止 1600发子弹 打到现在还剩下200多发 所以 电武零如果省着用的话 还是 还是挺持久的 最后总共其实是4个玩家 一个AA 还有两个助攻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收益 顺带再说一下 刚才在那个被计时追的时候 是实际上这样子 我平飞的速度还可以 然后计时对我的接近率非常的慢 所以我能脱够足够长的时间 那个时候就有提早 提早要喊 在一公里的时候 提早已经开始喊 我的队友来帮我 来救我 队友的高度比我 还有那个计时都要高 所以他俯衡下来 对我们两个人都有接近率 那么我在这个期间 我就要尽可能的保持存活 然后拖到队友能支援我的这个地方 但是也是要看速度和情况来定 假如刚才那个位置的话 我的速度很慢 然后计时队友有非常好的一个接近率 他很快就接近了两三百米这个位置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说在这个 这个鼻子这个群发展 直接就开始做激动了 然后但也要想办法来拖到队友 队友来救我的这个时间 有的时候的话 像是假如刚才我的队友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能量的话 我也只能选择平飞脱带 然后但也要看方向 因为比如说我和被我追的那个人的速度都超过了队友 那我队友没有接近率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的选择就应该是做快S或这类动作来调整调整角度 然后将那个将尾击 将尾随我的那个计时带给我队友 然后尽早能让我支援队友来后进行一个交战 然后或者说 比如像刚才那个情况下 我一直在选择平飞或者说是左右这样子做滚筒 然后飞的比较 就是整个进行路线是比较直的 我的队友这样俯仰下来之后 他不需要说 不会说因为我做了一个很大的盘旋这样一个动作 需要进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能量耗损来进行调整角度 比如说我完全做一个右 那个向右方向的一个盘 这种情况下 其实除了比较容易抓到我以外的话 那个我的队友过来支援我的时候 他BC下来 他可能会跟不上这个东西 因为他不可以做这个大角度的那个投拽这样的动作 他不可以拉杆 他只能说是慢慢再拉平 然后再做一个一慢慢 然后在普派次下来重新调整一个角度 为了避免他这种情况的话 所以我做一个平向 所以说维持这个维持前进的方向 然后做一个滚筒 这样的话队友能获得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角度 基本上他只需要把它逼开就可以了 好的 本期到此结束 最后稍微吐槽几句 这个机场的AA火力是确实比较强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优先把它这个清掉 或者说打掉一半 缓解下压力后再进行其他的动作 你看像这一局的话 就算是我们店的田地狂摸 一万大地 也是命丧这个机场的防空火力之下 还有像 才有几个就是像这张图之所以可以这么打的话 一定是因为你能拿到直空权才行 所以像我们黑店里的那个土豪云同学 一开局就爬到了七八千米 然后用了整场的时间打下来一下即时 也是多谢这样的存在 所以我们才能吃的这么开心 好的 下期见